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 受到地震和大雨的影响 花莲地质还是不太稳定 中和民隧道上方 在昨天就有大量土石崩落下来 还被民众拍下惊险的画面 更表示当时声音大道 还一度以为是中国打过来了 还台铁花莲和人隧道口 在今天早上也有一颗巨石砸落轨道 还把地面砸出了一个大洞 铁轨因此断裂扭曲 造成东正线紧急封闭 正正轰隆声响正耳欲聋 就像爆炸声一样 大批落石从天而降 扬起大片白雾粉尘 我以为大路打过来 土石崩塌时间长达20分钟 一旁就是中和民隧道 好在当时没有人车经过 民众从远处拍下惊险瞬间 而台铁花莲段则有巨石从天而降 砸在铁轨上 导致铁轨断裂扭曲变形 地面被砸出好大一个洞 电车线也掉落 仔细看这巨石真的很大 约有两个成人高 工程人员甚至还可以在巨石下躲太阳 不过这一杂让台铁花莲和人质重得断 和人隧道口东正线紧急封锁 一直在往后野 我就晓得我怎么办 我不知道 好在事发当时没有列车行经 4号早上6点21分 台铁监视人员及时回报 和人隧道口有巨石砸断铁轨 立刻封锁才没酿成更大事故 不过和人质重得断3号才刚抢通 相隔一天又再次中断 东部人回家的路实在好辛苦 借成今夜欢迎报道